好 这个民进党内部的问题 我请教一下介大使 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民进党的群带会的选举 我们之前有讨论 那英系的中常委留下两席 王世坚 苏志芬等等 有民进党人士说 这个苏志芬能够获得两票 抽签资格 关键在勇言会的郑光耀 投下了英系 那勇言会虽然事后有澄清 说这个郑光丰 郑光丰是陈其脉人马 所以在这一议之后 因为郑文蔡没了 所以陈其脉是不是取而代之 在英系取得了领导地位 现在有媒体叫他麦蒙 当然麦蒙是一个 大家知道这个人在麦蒙 很可爱的称呼 但是政治上来讲叫麦蒙 不得了 郑文蔡没了 陈其脉要冒出头来 赖清德会怎么想呢 这个问题其实蛮敏感的 对于陈其脉是好是坏 还有这个蔡英文卸任之后 都变成宅女嘛 要不然就逗猫啊 逗狗啊 不问世事啊 好像也不是 其实你看到 他在社群平台上还蛮活跃的 常常用中英文分享 他参与各式各样的 美国智库视讯会议啊 那这个好像也是赖清德的短板 对不对 他的国际关系啊 他跟美国的关系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有评论说这是在给赖清德下马威 拉美来制赖 是吗 蔡政委委员说叫做敲山镇虎 要证明什么 我跟美国的关系蛮好的 美国对你赖清德也不太放心 所以关键的时刻可能还需要我 虽然我不出面 但是我很重要啊 季大使怎么看 对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赖清德 跟蔡英文关系越来越紧张 蔡英文已经放 他连这个保持沉默 做闲云野鹤的空间都没有 他这个一下出来出手就说 第一个我外交比你强 我这方面我可以直接参与这些 美国智库的讨论 这些不可能给他搞翻译的 因为我程度比你强多了 我的国际化程度比你强多了 另外我在美国的联系非常多 那说实话这个国家亚洲研究局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智库了 那蔡英文干嘛把他抢得这么高 因为讲得这么大 跟美国与美国两党最高级别的专家 什么这些决策的都有良好关系 说实话以他这个身份 还要去拉捧自己的身世 我觉得没有必要 这些也显示蔡英文有危机感 在他的大弟子郑文灿这个重见落马之后 他也要自保嘛 所以这个连美致赖是方式之一吗 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讯号 告诉赖清德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我就说都不吭气 他这个时候就等于出来制止 释放给赖清德一个强烈的讯号 等于蔡英文跟美国的关系 大家知道他大概是 最听美国话的领导人 那赖清德大概又是 美国最不放心的领导人 一个最听话一个最不放心 所以这就给了蔡英文一些空间是吗 对啊我觉得赖清德事实上是 做事情是很莽撞的 他不晓得其实蔡英文 还是有他的政治能量 蔡英文这个时候跟赖清德 他还没有在关键时候出手 可是他出来如果对赖清德 做一些批评的话 对赖清德伤害还是很重 而且以赖清德这种莽撞的做法的话 他未来的路子会出包的事情 还会非常多了 尤其跟美国之间的冲突各方面 你不要忘记这一次你看 像这个拜登这么资深的 他已经第二任的时候 你看最后让他下台的是几个人的声音 欧巴马的声音 对不对 然后克林肯还不太吭气 那几个大佬 对都是这些大佬 在关键时候 所以赖清德是不晓得政治 我觉得他还是太过于 怎么讲的 砖断 然后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那我觉得蔡英文是非常了解赖清德个性的 因为他跟他也交过手 赖清德的思考还是岛内的一个思考 就是说层级不高 层次不高 然后就是个斗鸡性格 什么都是为了斗 而晃 他没有大局观 他搞不清楚 然后他不断的在 两岸外交国际 这是他的短板 但是目前他在党内 我们看到这个开玩笑 这个首卧提名大权 主席也是他 总统也是他 那现在这个郑文灿 这个中间落马之后 还委屈地去住四人房 你怎么看待现在所谓的麦蒙 陈其麦当然没有错 他的这个声望很高 他的民调这个支持度也很高 那在这个同时 好像这次水灾 对于他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麦蒙 对陈其麦来讲会不会危险 我觉得是有一点要捧杀他的 因为他也是小婴男孩 对 把他捧杀他的 他现在想要左右逢源 对 他对于赖清德是 俯首称臣 当然 演得很像 演得很像 因为他也怕自己变成什么 变成下一个郑文灿 可是呢 这个我认为 就是说陈其麦也不要想得太简单 他等如果说蔡英文 真的跟赖清德撕破脸的时候 他也会左右为难 所以到时候 有的时候不是你选不选边的问题 你想要左右逢源 那是要有一个客观环境 你可以左右逢源 等赖跟蔡 撕破脸的时候 你就发觉 你要选一个边的时候 他就难处就来了 那而且我也不认为 赖清德在跟蔡英文的 未来的这个 撕破脸的斗争里面 赖清德一定占上风 未必 未必啊 未必占上风 你手上有的资源 你手上这个位置 反而是你最难施展的 而是今天蔡英文 他处在一个怎么样 边缘的状态 可是他又有足够的发声管道 他又有他的老关系 他等你赖清德出错的时候 他出手的时候 你赖清德不见得占上风 所以呢 我觉得赖清德这个 一上台以后 哇 简直好像怎么讲 真的好像全力到手 一把一个小孩子 拿到一把大刀 是不是觉得小英好像 比较沉得住气 小英沉得住气 而且他都是点的 第一个你看 他代表大会的时候 蔡英文就基本上 他让大家一解读就说 他不爽 而且他不太 跟赖清德 他对赖清德 整他的大弟子这一点 他只是 没有公开出来 这个谴责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 怎么讲的 有技巧的 间接式 表明了他的态度 这个小英发文 每一个文都是有他作用的 你不要以为他没事在那边 还这个 想到什么就随心所欲 没有这样子 他 把他跟美国上层 这也不是什么东西 他自己把他吹得很了不起 表示我在美国还是很有分量 你不要惹我 美国人 他确实跟美国的沟通很顺畅 美国政府也很喜欢他 愿言听计从 因为他把台湾利益都卖给美国 大家都说我们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 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层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跌打资金 您的离子 请跌打资金 请跌打资金 今后期 请跌打资金 打资金 请跌打资金 对 是 今后期